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患者本身在中国居住 他的甲质疾病也比较轻 就没有好 但是他到国外换了个环境 自己就好了 这种情况存在 但是比较少数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您得了甲质疾病 还是要进行正规的治疗 因为它会传染 本来可能只有一个指甲有问题 最后变成十个指甲都有问题 甚至于不局限于我们的足部的足指甲 还有手部的指甲 也可能出现传染 还可能传染给家人 所以我还是建议正规的治疗 包括了局部的涂抹药物 扣服药物 还有物理的治疗 包括现在的激光 还有光疗 都是可以治疗的 而是全体能的治疗 一些温暴 或订阅 不够吗 所以我们的那些 会议正规定